作為蠢純粹就是感覺 純粹這個話題 那我一直相信每一個領導人 每一個領導人都是愛好和平的 只要你聽我的 那這種的和平其實都不難 但是為什麼每個領導人都愛好和平 那最後都都不和平 因為只要你不聽我的 那就不會有第二種可能性 所以在任何的朝野互動上面 如果不能夠回到一個政治的基本邏輯 就是你到底有多少席位 你到底有多少選票 你去認知這件事情 同時服從這件事情 大家在實力的基礎上面 正在進行對話 否則選舉就沒有意義 我們既然強調把選舉 當作是所有民主政治的基本條件 就是選舉完的那個結果 大家接受了之後 並且落實一段時間 直到在這段時間裡面的規則就是這樣 但是如果選了之後 你是一個雙少數的領導人 但是或者用一些邊緣的手段 當這種邊緣的手段 譬如說是不是有把司法當作是政治追殺的工具 那個永遠講不完 我也我也沒辦法 我也我也不想去扣個罵 說是你就是在追殺柯文哲 你就是如何如何 可是許多的許多的事情 因為政治人物 經常此一時彼此 譬如說賴清德在在被追殺的時候 賴清德是怎麼想的 你還記得賴清德 當你在黨內被追殺 你那種你那種陰陰切切的 那種那種幾乎是公開求饒 拜託放過我吧 不要這樣子 對我不用再用網 網軍追追殺我的那一刻 你能不能體會到今天的在野黨 在看你的時候的感覺 如果能夠這個樣子的話 那我覺得政治上面來講 大家就比較有有互信基礎的互動 今天在政治上面 沒有任何互信可言 大家都認為你所有的動作 都包藏或或或或信 你講的每一句話 我耳邊封聽了之後 我基本上都不相信你會落實 所以沒有辦法回到一個基本的條件 你今天在立法院 你們是少數的時候 那你少數該採取的動作是什麼 就照少數的規矩來 如果你明明在少數 但是仍然堅持 我有行政權 我用了行政獨裁的方式 我繼續用我的行政獨裁 去面對你立法院 同時最後準備訴諸與輿論 永遠都在搞這種在輿論上面的煽動跟對立 那當然沒完沒沒了 台灣當下的政治的問題 不只是兩岸的問題 他也是朝野兩黨或三黨的問題 所以賴清德本身做我 賴清德雖然在呼籲要跨跨跨跨跨 但是我總是相信 所有的所有的政治人物在嘴巴上面強調的東西 他都是事實上不存在的東西 當你當你要跨過這麼多東西的時候 我就是告訴你 你現在站在原地 其實什麼都沒有跨過去 而且都是要大家先先跨 你們跨了之後呢 我再來決定是不是跟你們跨 看你們跨得好好不好 賴清德演講的調子 其實就是這個調子 看起來都在呼籲大家如何如何如何 但是你倒過來講 就是現在什麼都不是 嗯 賴委員 我在回想啊 陳水扁先生在當市長的時候 他在審查預算之前 哇 都對這個議員啊 尤其是非他政黨的議員啊 那時候有這個國民黨 民進黨 這個新黨 對國民黨 新黨議員都非常的客氣 可是預算過了那天晚上就開罵了 然後罵的罵得很兇 這個每次終而復始 你說當時府會合不和諧 是不和諧的 是不和諧的 這個有人當時我看媒體的評論 就講說府會的關係 陳水扁那時候是個巨人 那時候各位看看 那時候立法院的消息很少 新聞 都是市政府 市議 台北市政府 台北市議會有新聞 人家講你再厲害 一個巨人啊 調到泥繞裡面去 最後泥繞還是在的 巨人不見了 現在我就拿這個問題來講 形容現在的立法院 跟審議院 平常講真的是很難得看到 預算被退回了好幾次 我以前平常講有沒有退回 有過 但是沒有那麼多次 這個裡面平常講就是 在野黨跟執政黨是不和諧的 但是平常講我們講一個公道話 執政黨是擁有所有的權利 那針對這次的預算 我們看很多的報紙的評論 你看 當立法院通過了 我的針對我的健保 你的要負責點數 要到0.95 行政院的預算並沒有編 那是在上個會期就過了 在編預算通常在定案 大概都在7月底 7月 那是在上個會期就通過的 關對原住民的 他那個土地的 補償款 補償款也沒有 還有另外一個什麼好幾個法案 工糧收購 工糧收購 那平常講這個預算應該要是擺在 應該是編出來 就算你忘了編 其實也是可以說了 這個抱歉 我用明年追加預算的方式 或者是我明年就一定給你補兩年的沙額 我覺得這樣子很多事情就可以解到